這個很難想像 還在消化 真的在消化 還在消化 有點太多了 藝人天心滿臉震驚 因為演藝圈MeToo風暴延燒 昔日金曲主持搭檔黃紫嬌也淪陷 淪陷有點問亂 就是希望大家都保重 我覺得就是不管是男生跟女生 就是都有 擁有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然後你任何 不管是在言語上 肢體上 你就要碰到有任何不舒服 不妥的地方 都要大聲地說出來 兩人相識多年 如今黃紫嬌人設崩壞 演藝圈好友不敢多評論 同樣深陷MeToo風暴的佑聖 也被粉絲圍剿 要他退出演藝圈 藝人陳婷妮曾經在偶像劇中 和佑聖飾演情侶 但性騷案爆發 嫩嫩愛妻形象也瓦解 我真的沒有 對 所以 我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蠻驚訝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被尊重 跟溫柔對待 然後身體的自主權 揮向拍戲過程 雙方相處融洽 沒有異狀 同樣與佑聖演過對手戲的林心如 也表態說雙方不太熟 但拍戲中沒有不愉快經驗 不過演藝圈性騷事件 接連爆發 就怕一切都還只是冰山一角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